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的影片是台版11月 抽卡未來世 這個影片是給鑽石不夠全部都抽的玩家做取捨用的 所以只會介紹要用鑽石抽的角色 不用鑽石抽的活動跟六星角色之類的不會介紹 然後後續會提到戰隊戰上場機會的定義是 只要有在四階段 物理或是魔法 手動或半自動或全自動 傷害最高的隊伍裡出現 這個角色就算有一次上場機會 一隻BOSS只會算一次 上場機會越多的角色的戰隊戰評價就越高 然後這個系列每個月都會更新 只有實際打過一次戰隊戰的角色才會介紹 剛登場沒多久 連一次戰隊戰都還沒打過的角色 會等下個月再介紹 然後見不見一抽的五個等級也說一下 最高級是人權必抽 然後是鑽夠必抽 再來是鑽夠建議抽 之後是鑽很多可以抽來玩 最後是有愛再抽 戰隊戰跟抽不抽的對應評價是 有上場機會的BOSS有九隻以上人權必抽 五到八隻鑽夠必抽 一到四隻鑽夠建議抽 剩下的戰隊戰角色則是鑽很多可以抽來玩 好啦 接著進入主題 台版泳裝瑟瑟花結束之後是泳裝靈 限定角色前衛輔助兼單體輸出 這次登場有專武 專武後的泳裝靈是物理隊最強單體輸出 有點慢熱是戰隊戰用的角色 競技場沒什麼用 日版目前登場四個月 有上場機會的BOSS多達六隻 算是蠻實用的角色了 戰隊戰玩家轉狗必抽 一些推圖作業偶爾會用到 競技場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而對於還沒滿等的新手來說 最強單體輸出這種沒有任何特異功能的角色 是最容易過氣的角色類型 很難頭頂這個稱號半年以上 所以對於新手來說 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下一位泳裝酒鬼 常駐角色 前衛輔助坦克 台版預計11月中時裝 會提升附近隊友的魔防 以及賦予附近隊友魔法無效盾 是個戰隊戰相的坦克 本身硬度還行 UB會回血 坦格戰隊戰BOSS 沒有任何問題 日版登場四個月 目前沒有出現在任何傷害最高的隊伍中 登場率只能說 慘 台版的泳裝酒鬼好一點 相較於日版 台版泳裝酒鬼提早一個月登場 本月一王跟三王都有刷新了 日版當時傷害最高的半自動隊伍 雖然說就搞了一點 大概兩三百萬之類的 這個月比較頭痛的地方在於有一堆戰隊戰強者登場 像是泳裝色澤花跟泳裝靈 一王跟三王半自動到時候是哪隊會最高 只能說 窩不知道 對於泳裝酒鬼來說 最好的情況就是這兩個月 一三王傷害最高的半自動隊伍都是他 最慘的情況就是一三王傷害最高的半自動隊伍都不是他 然後後續又沒有上場機會 由於泳裝酒鬼跟持有率很高的聖誕黑棋 強度算是半斤八兩 加上又是常駐角色 戰隊戰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還沒滿等的新手跟競技場玩家有愛再抽 泳裝酒鬼節奏咒是泳裝復刻池 裡面角色泳裝佩可 泳裝黑貓 泳裝咲戀 泳裝爆弓 台版預計11月底時裝 其中泳裝佩可 泳裝黑貓 泳裝爆弓都不是很重要 這三位都有愛再抽 這邊指重點介紹一下泳裝咲戀 限定角色中尉純輔助 特色是開場會釋放整場唯一一次的一技 大幅度恢復我方所有角色的TP 讓我方所有角色開場第一次UB的時間大幅提早 這個特性在很多場合都很好用 尤其是競技場 有打競技場的玩家應該是每天用泳裝咲戀 沒有泳裝咲戀都不知道要怎麼打競技場了 再來戰隊戰泳裝咲戀最近在完整刀上場機會很少 復刻後只有一隻王有在傷害最高的法隊中登場 就是畫面上這隊 其他就是打短時間補償都有用到 另外要說一下 日版現在有出一個新模式 CY每個月會擺幾對競技場組合給玩家打 電腦的組合是固定的 就是PVE版的競技場 獎勵如畫面上所示 每個月只要打贏這些弱弱的電腦 就能領到畫面上這些獎勵 對於一般沒什麼在打競技場的玩家應該就是超通關作業去領獎勵 而通關作業最常出現的就是泳裝咲戀了 沒有泳裝咲戀到時候就得自己想辦法了 這種吃了綠糕的角色我在做作業的時候不會特別避開 如果你沒有 到時候問我沒有泳裝咲戀可以換誰 我大概只會回你說 我不知道 泳裝咲戀在推圖活動露娜塔也是非常實用的角色 結論對於競技場玩家跟還沒買登的新手 泳裝咲戀人權必抽 對於戰隊戰玩家嘛 戰隊戰比較少用到 但是超通關作業還是常常要用 所以給個賺夠必抽 泳裝復刻池結論咒是泳裝藍法 限定角色會輔助補師間範圍輸出 台版預計12月初實裝 泳裝藍法是戰隊戰相的角色 目前在法隊東標是很強的角色 But 目前東標BOSS基本上是物理隊天下 法隊最近五個月的東標王只有一隻王有打贏物理隊 泳裝藍法後續有五隻王有上場機會 不過這個五隻王有一點水分 其中大概兩到三隻是東標王 傷害輸物理隊蠻多的 對一般玩家來說 除非你要連打好幾刀在這隻東標王身上 不然不太會用泳裝藍法 競技場泳裝藍法沒什麼卵用 然後在推圖活動露娜塔之類的場合 泳裝藍法偶爾會登場 結論 戰隊戰玩家賺夠劍一抽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玩等個新手 賺很多可以抽 不夠就pass 泳裝藍法結束咒是泳裝美美復刻池 限定角色終於破防兼輸出 台版預計12月中時裝 是戰隊戰相的範圍傷害角色 這次復刻有專武 專武後表現很神 是目前範圍物理隊最強破防角色 有三隻王泳裝美美都是手動跟半自動傷害最高隊伍中的角色 這邊強調一下是物理隊跟魔法隊一起比較 然後傷害最高的隊伍 泳裝美美有三隻王有上場機會 然後這三隻王是沒有水分的 這三隻王只要出物理刀 基本上就會用到泳裝美美 泳裝美美在競技場就沒什麼卵用了 在推圖活動 露娜塔之類的推圖場合 我自己印象中是蠻少用到的 結論 戰隊戰玩家賺夠劍一抽 不夠就pass 把東標交給其他大佬處理 逃避算可恥 但是有用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版本的新手 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偶爾超作業可能會用到 對於蘿莉控來說 則是必抽 泳裝美美結束咒是解放者復刻池 裡面是解放旺跟解放矛 因為台版預計12月中時裝 先說解放旺 限定角色 終於破防兼輔助 特色是開場會幫所有物理角色大量補TP 然後後續的輔助能力非常強大 在戰隊戰是很強的角色 不管是完整刀還是短時間補償刀都很棒 復刻後有上場機率的BOSS多打9隻 可以說每個月都會用到 在推圖活動 露娜塔之類的超作業場合也是整天會用到 在競技場就比較沒什麼用了 結論 戰隊戰玩家人權必抽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版本的新手賺夠必抽 然後是解放矛依未 限定角色 全會破防兼單體輸出 特色是UB之後可以把男人叫出來助陣15秒 15秒之後男人就會氣他而去 非常無情 有蠻不錯的破防跟輸出的綜合能力 有點慢熱 是個戰隊戰相的角色 復刻後有上場機會的BOSS有三隻 表現還行 不過不算是特別重要的角色 在推圖場合偶爾會用到 在競技場就沒什麼用了 戰隊戰玩家賺夠建議抽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版本的新手賺多可以抽來玩 解放復刻池的最後一天就會有免費十連 最多170抽 持續到下個月大公主池的第一天 反正台版12月解放者池後面的卡池 都有覆蓋到免費十連 解放池結束之後是泳裝人 限定角色 全會破房間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12月中時裝 登場時全程有免費十連跟機率加倍 算是伴送的角色 泳裝人的特色就是會召喚鬼父來幫隊友擋傷害 鬼父會嘲諷跟短暫的物理無敵 在戰隊戰的體質算還行 日版登場到現在只有一隻王有上場機會 有一隻四階段飛龍 泳裝人使用鬼父賴皮坦王之術 讓隊伍不用放坦克 成為了傷害最高的隊伍 其他Boss就沒什麼上場機會了 目前看起來不算是特別重要的角色 戰隊戰玩家賺夠建議抽 不夠就pass 還沒版本的新手跟競技場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偶爾可能會有奇效 不夠就pass 泳裝人 結束咒是泳裝復刻池 第一個泳裝池是泳裝女僕 泳裝珠希 泳裝月月 泳裝真步 這四個角色 台版預計12月底時裝 泳裝月月跟泳裝真步就沒什麼亂用 有愛再抽 先說泳裝女僕 限定角色後衛輔助補師 這次復刻有時裝 專二 專二之後的泳裝女僕可以幫最前面的角色 範圍增加魔法 開魔法盾 還有賦予蠻高的物攻量 在競技場是很實用的角色 很多人實用 可以讓坦克 魔法硬邦邦 在戰隊戰則是有一隻王 物理隊傷害最高的全自動隊伍有用 只要不是純自動玩家就用不太到 在推圖活動露娜塔的表現一般 戰隊戰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由於泳裝女僕練起來要花費大量資源 不是很適合新手 新手鑽跟支援很多才建議抽 不然就pass 滿等的競技場玩家則是鑽夠建議抽 不夠就pass 再來是泳裝珠希 限定角色 全會妨礙兼單體輸出 特色是專了之後會賦予自身超高物攻量 加上UB是四段式傷害 增益疊夠高之後有機會一發UB破300萬傷害 然後會偷王的TP讓王UB時間延後 比較可惜的是偷王TP的頻率太低 本身傷害量在四階段也不太行 所以四階段上場機會很少 三階段還比較有上場機會 出專了之後有兩隻王有上場機會 目前不算特別重要的角色 戰隊戰玩家賺夠建議抽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個新手 有愛再抽 第一個泳裝復刻池結束之後是第二個泳裝復刻池 裡面角色泳裝留下拉隊出因泳裝併交泳裝望 台版預計12月底時裝 其中泳裝留下跟泳裝併交就沒什麼卵用 有愛再抽 先說拉拉隊出因限定角色 中衛輔助兼範圍輸出 拉拉隊出因的特色是開場會用很快的速度扁對面全體 對面數量越多 傷害越高 在競技場可以出動對對面造成大量傷害 在競技場是很實用的角色 雖然日版最近出了可以克制拉拉隊出因的角色 後續拉拉隊出因在競技場還能有多少上場機會 需要再觀察一下 最慘的情況至少也可以爽用兩個月 在戰隊戰推圖活動露娜塔就沒什麼用了 競技場玩家賺夠必抽 還沒滿等的新手跟戰隊戰玩家有愛再抽 然後是泳裝望 限定角色 中衛輔助 是個有點慢熱的戰隊戰輔助角色 可以讓隊友變硬以及補隊友TP 在戰隊戰是個不錯的物理輔助 復刻後有上場機會的Boss 有五隻 表現不錯 競技場沒什麼用 推圖活動露娜塔之類的推圖場合表現還行 偶爾會用到 戰隊戰玩家賺夠必抽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好啦 上集的角色就到這邊 剩下的角色下集再介紹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